你是院長的時候你不會覺得有錯的 壞人不會覺得自己有錯 你做壞事的時候 你一定做過壞事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有錯嗎 Hello AM730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林寶怡 我是余香逸 我是梁詠婷 Hello 你覺得10年之後 還會不會有多棒 知不知道一個殘疾人士 等入尊序院時要等多少年 想出個網 七至八年 起碼十年 一看劇本就喜歡 不是的 我看劇本第一次推了 我沒有空 那時候真的沒有空 兩年前真的沒有空 兩年之後 阿古先生再找我 然後她說你推過的 是嗎 我立刻在電話裡找一些記錄 是的 真的推過 我就很認真地看這個劇 看完之後我還沒試過 你好 小萊 是不是 雪糕 我是飾演殘疾和老人院舍的一個院長 我用回院長的角度去說會好一點 是的 院長是很用心地去照顧一些老人 一些殘疾人 但如果換回林寶怡的話 就是一個 我想說那兩個字 是 第一很感謝我們的祭祖導演 他安排了一個弱事的朋友 嚴重弱事的朋友給我 他了解了 認識了 我們相處了兩個小時 因為我的模仿力很強 所以我在那兩個小說裡 我就帶了很多東西入袋 我的角色就是名叫林曉琦 他是一個記者 圓形人物真的很好 導演他安排了 和我們見了一次 他是一個將自己的熱血和熱誠 埋藏在心底的記者 因為他已經做了很多年 他就好像被一直以來的挫敗磨蝕了 但不代表他沒有 直到查這件案 因為有些事和他自身的經歷吻合了 就將他內心的熱血再畫出來 他是一個外表很硬 把所有情緒收到好 的一個女生 我的角色就是小玲 在院謝裡 她的故事的開始是一個安樂窩 她在那裡有朋友 住得很開心 直到某一個時間點 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就發生在她身上 但因為小玲實在是一個太可愛的女生 她就不會選擇傷害人的行為 所以觀眾後來就會看到 她寧願選擇自殘 我當時找了幾間院舍在葵聰區 我打電話去約 我便說我想幫家人去找位 我便想看看真實的 我就這樣貿然上去 我會見到甚麼 的確都見到很多人手不足 她的主持人是一個很老的婆婆 但她是在照顧其他人 另外一間已經出過事 我再上去 都不同了 很有規模 很漂亮 但她是很避忌的 我當時不是想拍照 我便拿著電話 她便說你想拍照 我跟周漢寧自己又像曉奇的角色 做臥底 去軟射 假裝我們的家屬 想找軟射 感受真正的殘疾軟射的真實感 然後自己的功課就是研究一些醫療報告 醫療報告 就是看回智障人士在某些特定的情況 他們有甚麼反應 我們有一場是開冬至派對 我的蜜樂雞掉了在地上 然後那一刻我舉手說 不好意思我吃不到嗎 我便用一個角色的東西 就是小玲會在地上撿回來吃 我沒有猶豫 因為我那一刻掉了 我直接撿 Marie Chau 去到片場 已經是小玲 聽到了 其實做了很多研究 因為對手太好了 她有很多很突然的東西給我 你突然這樣 我突然這樣 不是正常的 對的 因為她的智商是這樣的 突然間找手拿雪糕 你吃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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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正常的 很生活化 很真實的演講法 我本人是很容易哭 每天回到家都很不舒服 但幸好有女兒 看到她就好像把我拉出來 我真的沒有照鏡 我回到家完全不想 盡量避開鏡子不想笑 是不開心的 很不開心的 盡量都 很希望快點拍完 我會剪髮 剪髮 立即 一個小時後就變回自己 我們最厲害的是剛才那張圖片 我踩上去和你面對面聊天 有一場戲最後沒有放進去 有一場戲拍了是我打他 我是用一個道具 那道具其實是軟的 是膠 對 有的 但又包含很生氣的情緒 所以就沒有理會 我真的很細膽 特別對著這麼專業的演員 別這麼說 我跟她其實有很多親密的接觸 如果她在我的大腿 我幫她留意 這些是我推薦出來 我覺得是要有這些 因為弱視的人是看不到的 那便要控制得很近 這樣留意 其實這是很親密的事情 你會跟女兒做 你不會跟一個不識的寶寶做 慢慢滲 滲到一種不可接受的行為 但院長覺得是正常 你是院長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有錯 我不是當自己是一個演員 我覺得是一個職業 最沮喪的 有 就是我開夜班的時候 凌晨三點 還看到大廈的人都穿著燈去睡 好心裡睡 我沒得睡 我是很沮喪的那一刻 因為我熬夜很辛苦 總之我很早睡 10點11點睡 我想不只是做演員 很多不同的職業 或者你面對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的事 一些你會憤怒 或者你覺得我明明努力了 但為何最終得不到一個結果 其實都會有這個沮喪和質疑 但是我希望都是 導演最後想帶出的東西就是 抹乾眼淚 我們繼續相信有希望 繼續努力 默默地去做 看回剛剛入行的自己的作品 或者想回當時演戲的心態 都真的跟現在很不同 我覺得是一個歷練 你成長 你人生有不同的經歷的時候 就是這些東西去累積回來 對 現在可能突然間 AI AI 我們幾個出來 不想我們做 我們那些細節能放得到的 對 這些就是我們值錢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依然會存在 因為觀眾始終都會想看作品 無論是娛樂或反思生活也好 有些東西我覺得是人無法取代 就是人的靈魂的情感 所以我覺得只要你堅持做下去 總會有人想看 總會有一個成績出來 應該要多些人看 有人是不夠的 多些人在白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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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真的要看 大家入場 看看到底我們香港的演員 Sidecast也好 主角也好 還有臨時演員 為何都演得這麼好 其實我們香港有很多很好的演員 不過是未遇上機會 而我們剛剛遇到機會 我們剛剛好運地 就獲到題目了 我現在提名 我覺得已經得獎了 多謝 就算事未必有善報 惡未必有惡報 但我都會選擇公義和善良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 可能你打開報紙或很多時候 你都會問為何會這樣 每天都有 或隔天你就會問 這宗新聞為何會這樣 這個年代為何還有這些事發生 就是有這些事發生 但不代表我們就要選擇無事 或是 我都做一份 我都做壞人 不是這樣 我只可以說 作為一個媽媽 就算世界有多壞 我希望 由我出發 告訴她的價值觀 或者人生觀 可以盡量 看到正面 或者做人正面 去面對這些壞事 院長其實是一個行得很歪的人 很錯的人 我一直看都很猛 這些真實的個案 其實已經在我們的報章 在我們的手機網上的新聞出現過 但我們當時可能就是這樣看一看 然後忘記了 八日之下 希望你們再作深一點 在你的腦裏面 香港 或者整個世界 都發生這些事 我們是否要去面對 還是我們不理 我們都可以繼續 我們的人生 這些與我們無關 是否應該這樣 人群是力量 多些人知道 多些人了解 是一個力量 以前 韓國也有套戲用路 都能夠改變到一些事情 我相信 很希望多些觀眾進去看 我們知道這件事 OK 好 不要想到那麼遠 可以像熔爐一樣 去到這一步 但至少是我知道了 然後我看到一些受害人 或者一些被壓迫 生活被壓迫的人 我知道我應該怎樣關懷他們 其實有關懷這第一步 已經是足以改變整個 整件事 而不是選擇八日之下 都看不到他們 深刻的對白就是 曉琦和朱謙那句 其實這篇報導出來 會怎樣 其實人們過兩天都不記得 Jennifer當時就說 不是兩天都好 這件事正正就是 我們很希望這套電影 不止觀眾只記得兩天 我們希望那個迴響 可以更加大